本田CRV 封面灯安装轿场来了 接下来咱们看到就是CRV封面灯的全部产品 替换的是帮有陶木和碳纤维的 车主选择是陶木 是门无数转接线 本田转接线跟两个都是一样的 车内封面都简直 车内脚步动 前排直接替换原车预留位置 门板储物盒灯 车门原车没有储物盒搭配有专用的开口器 车门拉走动同样也是搭配有专用的开口器 车门使能接收木块 车内主木块可以手机APP 和原车替换键从手控这边上 最后自保卡开始上车 首先第一步把门板升降镜给拆掉 拆掉一定要小心这个卡子特别的软 一方万一断掉 然后把插头拔掉 拆掉之后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梅花的螺丝把它拆掉 一个门上就一个螺丝 螺丝拆掉之后咱们敲门板 正门板就先全部拆下 四个车门拆卸方法是一致的就不一一讲解 首先咱们先拆副驾的石板 没有螺丝直接就可以撬掉 同样主架是小石板也是没有螺丝直接撬就可以拆掉 首先咱们先拆主架的石板没有螺丝直接撬就可以拿掉 然后咱们把原车的空位安键给它拿掉 把咱家空位安键给装上就可以了 装好之后就是这样 可以用它来进行操作空位安锋的颜色 空位安锋主架 一根电源线一根打铁线 就这么简单 接下来咱们开始安装撑内线素 撑内线素每一根插头都明确标准是哪个地方的杀头 像这个前排脚窝洞 就是在休息踏板正上方 后排脚窝洞就是在座椅主架下 座椅正下方 咱们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中控 是吧 你看这个风油插头它在左边 在左边的话咱们需要拿一根车内线做的中控 走到这里让对插就可以了 接下来咱们开始安装车门门板的整体风味道 首先咱们先更换车门的示板 把车门放过来可以看到都是一些螺丝 把这一盘的螺丝给它硬掉 螺丝全部拆掉之后可以看到这里 还有这里 还有这里有三个卡扣把它往下一推 视板就可以张力拿掉 然后找到咱们需要更换 门板的对应的示板 把它像原成那样装上就可以了 替换之后把螺丝全部伏备 看效果一样是合法 接下来咱们开始安装门板的储物核灯 储物核灯 搭配有这样的开口器 然后在侧门摄像器开关下方 在这里找一个不影响的地方进行开口 在这里开口光源打出来光要散 装好之后就这样效果一样是合法 侧门拉手动使用咱们专用的开口工具 在这个位置进行开口就可以了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侧门的章子下方 车门失败用 车门拉手动 车门出入核动 因为现在是白天 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还是很亮的 可以通过手机和单独按键 同时控制变色 选择 加恩 凤凉 再边 踏入 选择 选择